農曆年後指揮中心規劃五大鬆綁方向 第一波針對邊境 二月七號起取消中國入境者 檢疫措施 不用再做唾液PCR 但還是不開放觀光客 而所有旅客抵臺後 原先免費發四劑快篩 將減少為一劑 有症狀才加驗 至於第二波瞄準口罩政策 現在室外已經沒有強制戴口罩 指揮中心也預計在這一週 要公布第二階段的鬆綁規範 接下來會改成直接列出哪一些地方 還需要戴口罩 像是這裡人潮比較多 沒有辦法維持社交距離 又是密閉空間的大眾運輸系統 包括臺鐵 高鐵 公車 還有捷運 另外像是高風險的醫療院所 長照機構都還是會維持口罩的政策 那麼像其他的場域 也有可能在微調增加 有一個強制要戴的場所 那其他場所就是自主 那另外還有一些我們建議要戴的 梅列在必帶名單內的場所 民眾自行評估 而單日本土確診又超過三萬例 主要受春節連假遞延通報影響 評估上升期不會太長 只是專家也贊同口罩令 全民想脫口罩 所以打次世代疫苗 對抗新變異株 就怕解封放寬衝太快 讓過去努力付出 毀於一旦 三立新聞 我李維珊參加宣 台北報導